當時他正在台上演唱 我記得他一開口 台下的觀眾都安靜了下來 之後我們也認識了 因為同時異鄉人 所以我們變成很好的朋友 Hence告訴我 他有一個非常疼愛的弟弟 而且很喜歡跳舞 這條手簾 他一直都帶著 但他已經不在了 他沒有想過遇到Hence的弟弟 He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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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向你們告別 千萬你們在房間的談話我都聽到了 我知道我和阿哲都不能再學鋼琴和跳了 但是我長大了 我會跳下去 我相信他會跳得很棒 請不要讓阿哲知道我離開的原因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在大舞台上 能夠看見他跳躍的聲音 謝謝你們曾經帶給我家的溫暖 阿哲 我選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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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